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量啊 首先它在轮次变换下是不变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呢 它具有时间的量刚 所以我们给它起个名字 我们管它叫做原时或者叫做固有时 是吧 这个原时的话呢 或者叫做这个应该叫做原时时间间隔 是吧 原时时间间隔 那么的话呢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是这样的 就是现在假如说呀 我们考虑的话呢 这个在某一个参照系下 这个你这个时钟啊 是不动的 这个时钟呢 假如说在这个参照系下 假如说我叫做SE撇系 这SE撇系呢 可能相对于别的参照系呢 在做运动 是吧 但是呢 如果这个时钟呢 在这个地方是不动的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时钟啊 它的坐标就不改变 就是XYZ 是吧 是不改变 因为这时钟呢 在这个这个时钟呢 是随着这个这个参照系在这里运动的 对不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我们就知道什么呢 它是零 它是零 然后它是零 对不对 那么在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们就得到在这个参照系下 我们有什么呢 我们有地涛就是等于地体 所以换句话说呢 这个地涛的物理意识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时钟啊 在静止参照系里头给出的时间 是吧 这叫原时时间间隔 是吧 这个当然了 这个我们就看到呢 如果你的现在这个时钟 如果要是对于某一个参照系运动起来 对于某一个参照系 如果运动起来的话呢 那当然它的坐标也在改变 那当然了 这个现在地涛呢 就不等于地体了 就是这个原时的定义是这样 那么这个记号的话呢 好处是什么呢 好处是现在是什么呢 就是地涛分母 它不随这个轮次变换改变 你取了轮次变换 等于在四维时空做一个旋转 它不改变 那么但是呢 上头呢 这些量是作为坐标 是随这个坐标变换要变换 是吧 按照一个向量进行变换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保证了啊 我这样定义的这个PI呢 是一个四维向量 是个四维向量 四维向量的话呢 那么上次我们写出来了 写出一个什么呢 就是首先就是它的空间部分 可以写成什么呢 写成就是M0乘V 然后除以根号 然后E减V方 除C方 那么然后它的四维 这个第四个 第四个分量呢 现在可以写成什么呢 可以写成就是I 然后是E除以C 那我们把它写成什么呢 就是I 然后呢是M0C方 然后底下那是C 然后开根号 E减V方 除C方 是吧 上次我们写到这里了 那么爱因斯坦呢 把上次这个E呢 解释成粒子的能量 我上次说错了一个字 我说是动能是吧 应该解释成总能量 是吧 解释成总能量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来检验一下 你这样定义的 是不是这个一个向量 是吧 四维时空的向量 那我们知道呢 如果你要是四维时空的向量 我们就要求什么呢 我们要求P1方 加上P2方 然后加上P3方 再加P4方 应该是一个不变量 就是换句话说呢 应该是一个 不随罗伦斯变换 或者说是 不随四维时空旋转 改变的一个量 对不对 如果要是 你假如说 你要这样找到的话呢 如果是个不变量的 如果的话呢 要是这个四维时空的 一个向量的话 那么就跟那个坐标一样 就是我们知道呢 坐标和时间 我们上次过去 已经知道了 就是XYZ 它构成一个四维向量 意思呢 就是说什么呢 我们有什么呢 我们有X平方 加Y平方 加Z平方 再加上ICT平方 是个在罗伦斯变换下 不改变的量 就是如果你要是 做了轮词变换 你把它换成什么呢 换成了X一撇平方 加上Y一撇平方 加上Z一撇平方 再加上什么呢 ICT一撇平方 那你会发现 它们俩相等的 这一点的话呢 大家可以很容易的呢 把我们上次 已经推得罗伦斯变换 带进去 然后你自己检验一下 好不好 自己做一下 你就会发现它们是不变的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需要检验一下 这个量是否 就是这个柿子是否成立 如果成立的话 那我们说它们确实是一个 这个四维向量 如果不成立 那就有问题了 好 那我们下面呢 就把我们刚才推得的柿子呢 带进去 那你就看到呢 头三个平方之核 可以简单的就写成什么呢 就是M0 然后乘上V方 然后呢 再开根 不用 现在不用开根号了 我把板仓拿过来 现在呢 就不用开根号了 就是底下的话呢 就是简单的 这个 1-V方 除C方 是吧 这是头三个之核 后面这个的话呢 我们把这刚才写的式子 带进去 把我这第四个分量 带进去 你平方的话呢 得到什么呢 是加上 然后是I的平方 然后呢 是M0平方 C四次 然后底下的话呢 要除一个C 然后是C方 然后后面的话呢 是1-V方 除C方 是吧 那好 那么下面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式子呀 这个 我看我还有点空单 我可以再写一下 那么现在的话呢 如果我再写一下啊 我把它通分了 通分完了以后的话呢 那你就看到啊 我这个 算了 我写到那边去吧 这个地 这个地 这点空单太小了 那我写到这边啊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往这个地方写 那你看到呢 这个 就是P1平方 加上P2平方 再加P3平方 然后加上P4平方 现在可以写做什么呢 就是M0平方 然后V方 然后底下呢 是E-V方 这个 除C方 那么现在由于我这地方 有一个I平方 所以现在是一个减号 然后后面的话呢 是M0平方 上头是C4 底下有个C平方 所以就光上个C平方 然后底下呢 是E-V方 除C方 所以现在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呢 我们得到的是 E-V方 除以C方 然后上面的话呢 是M0平方 然后里头 然后里头 现在可以写成就是V方 减C方 那么底下的话呢 我们把它变一变 底下的话呢 变一变呢 分母呢 就可以写作呢 就是C方 减V方 然后呢 再把C方呢 再乘到这边来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 写成这样呢 你看到现在分子与分母相除的话呢 除出来一个 这个是负的 我们就写成就是M0平方 然后是C方 所以我们就看到 M0平方 按照这个定义 是静止能量 是吧 是不随这个罗伦茨变换变的 那么C呢 在任何一个参照系下 都是常数 所以的确 右面的是个不变量 是吧 不变量的话呢 那么现在这个式子呢 我们现在又可以把它改写成什么呢 就改写成 统一的改写成这样一个式子啊 前的这三个 我们把它改写成叫做P平方 是吧 后面这个东西 我们把它改写成叫做 IE除C 然后平方 那么现在的话呢 当然就可以写成就是什么呢 就是P平方 然后呢 再减掉 E平方 除C方 那么现在呢 是等于M0平方 然后C平方 要给个负号 那么这个式子 我们最后的话呢 可以这样做 把它挪到这边去 把这项挪到这边来 然后最后呢 画成这样一个式子 这个式子呢 是文献中经常出现的标准式 写成什么呢 就是E方 现在可以写成就是P方 C方 然后加上M0的平方 C四次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式子 是吧 这个式子的话呢 是通常称之为叫做什么呢 叫做动量能量关系式 是吧 这是相对论性的 动量能量关系式 这点你注意啊 我们在过去在非相对论的情况下 我们知道粒子的能量 自由粒子的能量的E呢 是等于P平方 除以两M的 所以这个表达式啊 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 那么现在从这个式子里的话呢 我们又可得到下面这个 一个有趣的这个现象 就是我们把它开根号 开根号的话呢 那你现在就会得到E啊 得到两个值 如果你把它开平方的话 你就会得到两个值 一个呢是E 然后写作什么呢 就是P方C方加上什么呢 M零方然后C四 那么的话呢 E二的话呢 就可以写作什么呢 写作负的 然后是根号 然后呢是什么呢 P方C方加上M零方 然后C的四次方 写成这样一个东西 那你看这个事情有点蹊跷 钱的这个东西也好办 钱的这个东西的话呢 我们说能量是正的 因为自由粒子的能量呢 这个是正的 所以这可以理解 那么这个地方出现一个负号 这是什么意思 是吧 在经典力学里头 这个爱因斯坦就说了 由于这个呢 是负号是不物理的 所以我们把它舍弃 经典力学里你可以这么干 但是我要给大家这个讲一下 以后你们学到量子力学的时候啊 你们就会看到 就是由于这个负号的困难 引起了很多的麻烦 是吧 引起了很多的麻烦 同时呢 它也导致了很多伟大的发现 是吧 人们为了克服它 引入了各种办法 那么以后的话呢 你们会听到就有什么 克莱因高登方程 有狄拉克方程等等 都是为了解决这个困难 甚至以后你们还可以听到 有狄拉克海 还可以听到有反粒子 都是由于这个原因来的 是吧 这个等到以后 你们学量子力学的时候 慢慢再体会 但是一个幸运的是呢 我们现在在谈的是经典力学 经典力学呢 我们可以就把我们的眼睛闭上 假装它不存在 是吧 就是把它扔掉 认为它不物理 这是第一件事 所以这个方程呢 是第一个 这个很重要的方程 大家应该记住 是吧 应该记住 好 那么第二件呢 大家应该记住的方程呢 是你如果把 我刚才写的两个式子相除 是吧 这个一个式子呢 是P等于什么呢 等于M0 然后呢 乘V 然后除以根号 然后是1-V方除C方 还一个式子什么呢 是E 那么现在呢 等于M0 然后C平方 然后是根号 1-V方除C方 这两个式子 现在我要做的事情 是把二者相除 把二者相除 把二者相除的话呢 那我们得到什么呢 我们得到这样的式子 就是他除他 那你现在就得到什么呢 就是P除以E 那么显然的话呢 我们得到是什么呢 就得到的是V除以C 那么现在的话呢 这个式子 我们也可以写成什么呢 就是V等于P 然后的话呢 乘C 光速C 再除以 是吧 这个的话呢 这个 我看看是C平方 写错了 这个地方应该是C平方 就是除 他除以他 应该除这个C平方来 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式子 这个式子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个式子的话呢 就是这两个式子 合在一起 是告诉我们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告诉我们呢 就在这个世界上 可能存在着 叫做质量为零的粒子 质量为零的粒子 那么的话呢 这个 这个 假如说存在质量为零的粒子 是吧 我们现在来探讨 就是有没有 这个因为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一直是假设 净质量不是零 那么现在让我们来研究一个问题 就是净质量 可能不可能是零 有些粒子的质量 净质量是会不会是零 我们发现呢 是可以的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令它的话呢 我们发现这两个方程是自洽的 那我们从自洽的角度来看 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我假设M0是零 会不会违背 这两个重要的结果 结果发现呢 是自洽的 就是如果M0 如果是零 我们考虑这种情况 就是考虑呢 M0有没有可能是等于零的 如果M0等于零 那么第一个方程呢 就现在就化成了E 现在是等于什么呢 E平方等于P平方 除以C方 也就导致了呢 这个E是等于P除C的 当然了 我们在这里呢 略去了这个负值的解 是吧 我们说了这个负值解不物理 所以扔掉了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把这个东西呢 再带到第二个方程里去 带到第二个方程里 带到第二个方程里去呢 带入第二个方程 那么你现在就得到什么呢 就得到V 是等于什么呢 是等于P 然后的话呢 是除以C方 然后呢 E的话呢 现在我写成什么呢 写成PC 那么现在完了以后呢 写出来的话呢 就是C 然后现在是P除以P 那么就换句话说呢 动量除以它自己的长度 那么当然现在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呢 就是写成 就是沿P方向的单位向量 单位向量 那么这个式子告诉我们什么 这个式子告诉我们呢 如果你这种粒子 要想自洽的话 就是如果你这种粒子 如果质量为零的话 它必须与光速 因为这边是速度嘛 它必须与光速运动 方向的话呢 这个它运动的方向呢 就是它动量的方向 或者它速度的方向 或者它速度的方向 那么这种粒子存在不存在呢 这个世界上是存在的 那么今天我们已经知道 这种粒子质量为 静质量为零的粒子 是有这样几种 有什么呢 有这个以后呢 大家这个有中微子 是吧 这个我们过去 已经听说过中微子的名字了 那么还有什么呢 就是以后的话呢 等到这个学量子论的时候呢 引力可以量子化 称之为叫引力子 还有什么呢 就是电磁波也可以量子化 分成一份一份的 我们称之为叫光子 所以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呢 质量为零的粒子呢 有光子 有中微子 还有这个引力子 是吧 这是已知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什么 好 那么现在的话呢 让我们来看另外一个问题 那我们现在知道呢 如果你质量为零 你的这个粒子的运动速度呢 是光速 那现在我来问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质量不是零 运动速度呢 会怎么样 是吧 运动速度会怎么样 那我们只需要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啊 我们只需要看看第一试就行了 第一试 当然我们也需要看第二试啊 就是我们要把这两个试子 再一次合着用 那我们到那边 我们把它看一看呢 就是如果的话呢 你这个静止量不是零 那它的运动速度会取什么值呢 我们看一看 那此时啊 我们仍然是把V的表达式带进去 现在V呢 应该是按照我们刚才写的第二试 是吧 现在V呢 应该是等于P 然后乘以C 然后再除E 对不对 我们仍然是套这个式子 套这个式子呢 只不过现在此时的E啊 你现在应该写作什么呢 这个此时的E呢 你应该取成就是根号 然后是P平方C平方 加上M0平方C四次 是吧 这是我应该取的 当然了 现在我如果这是它的整个速度表达式 如果我感兴趣的呢 是速度的绝对值 那我就把它取一下绝对值 就是了 取一下绝对值的话呢 那我得到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P乘C 然后底下呢是根号 然后的话呢 是P方C方 加上什么呢 就是M0平方C四次 那我们看到呢 若M0啊 不是0 若M0不是0 那么后面这项呢 当然就不是0 不是0的话呢 那我们知道呢 分母越大 得到的读数就越小 对不对 所以如果呢 现在如果的话呢 就很显然的话呢 这个式子就 我们从这个式子可以得到什么呢 它是小于等于PC 然后除以根号P平方 C平方的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 如果把这项扔掉 那我们就得到一个大点的数 但是这个东西开根号呢 那你发现的话呢 这个里头 哦 我写错了吧 这地方是不是C平方啊 一直写的是C 一直C平方 那么现在的话呢 那你就得到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是PC平方 然后底下是PC 然后的话呢 我们得到的是C 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这个粒子 如果有质量的话 它的速度不会超过光速 是吧 不会 就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说了 任何有质量 质量 静止质量 非0的粒子的运动 这个速度 任何一个时刻不能够超过光速 是吧 所以这个过去我们总是说 这个运动不能光速是最大的 不能超过光速 那么现在我们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了 我们这指是什么呢 静止量为0的 是吧 不管它的静止量是什么 一个任何一个粒子的运动速度 是不能够超过光速 是吧 我们把这个地方呢 这个强调一点 好 那么这个呢 这两件重要的事实呢 是以后你们在学习别的课程里 也会经常用到 所以最好大家呢 这个有印象 或者记下来 是吧 那么 下面呢 我们要讨论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这个 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 你现在这个 一个粒子 我们现在呢 只讨论了这个粒子啊 对于某一个参照系 在这里呢 实际上我们是隐含着 对实验室系 它的运动 刚才这个表达式 我们都求出来了 是吧 这个 那么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 Y 然后是X 或者我把这个地方取成X吧 这个习惯性的 我们让我们的运动参照系啊 在X轴这边运动 是吧 那么这个地方呢 是Y 那么对于它的话呢 我们已经刚才都已经写出来了 就是这些 我们有这个PX 那么比如说PX 那么现在我们写成就是M0 然后VX除以根号 E-V方除C方 是吧 那么然后的话呢 最后的话 这边这个E呢 那我们写成什么呢 就是M0 然后C方 然后根号 E-V方除C方 这里的话呢 这个V啊 是相对于 这个静止参照系的 这个速度 粒子的速度 是吧 假如说我这有个粒子 在这里运动 那么现在呢 让我来问这样一个问题 来问这样一个问题的话呢 就是假如说 我现在有另外一个参照系 另外一个参照系的话呢 是S一撇系 是S一撇系 S一撇系的话呢 那当然是Y一撇 然后的话呢 是X一撇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这个粒子看到的速度 我从这个参照系看呢 假如说它的是V一撇 是吧 V一撇 那当然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 它你在不同的参照系看 那这个粒子呢 具有不同的动量 那我这地方呢 应该写成VX一撇 底下呢 应该写成什么呢 就是E减去V方 应该是V一撇 V一撇平方 除C方 而这边的话呢 E一撇的话呢 应该写成什么呢 就是M0 然后C方 然后是根号 然后是E减去V一撇平方 除C方 注意啊 此时这里的VX一撇 跟V一撇啊 都是指的这个粒子 同一个粒子 相对于SE撇系的速度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两个不同参照系下 那当然这个表达式是不一样的 那我现在想问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现在假如说 我知道我的这个V一撇 SE撇系 相对于老的参照系 是以大V啊 注意这个大V与小V是不一样的 小V是表示粒子的速度 而这个大V呢 是表示SE撇系 相对于SE的运动速度 对吧 这两件事别搞混了 别搞混了 那我想来问的话呢 在这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这些动量 以及能量的话呢 如何联系起来 就是他们之间的变换 应该是什么样子 那现在这件事情呢 我们为什么 我现在就可以说了 为什么爱因斯坦 从一开始就要坚持 这些动量与能量 要写成四维向量的形式 因为你坚持这一点以后 那么他们之间的变换关系 就非常容易的找了 因为他们也是向量 就如同坐标一样 那他们的这个 所满足的这个变换关系 很简单 跟坐标满足的 对这个变换关系呢 是完全一样的 你马上就可以写出来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PX一撇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要把PX一撇写出 这个它的变换关系写出来 那么你现在只需要回忆一下 在这个罗伦茨变换下 这个X坐标是怎么变换 就完了 因为这个PX的话呢 是等于我这个四维向量的第一个 第一个分量 是吧 那么你现在对应的呢 就是这样来对应 就是我原来的话呢 是有XYZ 然后呢是ICT 是吧 那么现在呢 在罗伦茨变换下呢 我变到X一撇 然后Y一撇 然后Y一撇 然后Z一撇 然后是ICT一撇 那么安因斯坦说了 那我现在定义的呢 就这样来定义的这个动量 就是特意为什么让底下的分母 是原始间隔 原始间隔呢 因为在罗伦茨变换下不变 只有这个分子 是按照坐标的变换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这个PX啊 PY啊 还有PZ 以及什么呢 以及这个IEC 是吧 那它的变换 这个变换法则呀 就完全同坐标一样 你就直接套坐标的 这个变换式就行了 是吧 那么这个 然后呢是PY一撇 然后是PZ一撇 这是分量 然后的话呢是I 然后是E一撇C 变换规律呢 完全一样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来看待这个PX 与PX一撇 怎么来变换 那我们就首先回 看一下呢 这个X与X一撇 怎么变的 那我们回一下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的话呢 大家还记得 X一撇呢 可以写成X减VT 注意啊 这个大V呢 是两个参照系之间的 这个速度 那么减成什么呢 就是E除大V平方 然后C方 还记得吧 这是我们求得的变换式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把它故意的 就写成什么呢 写成X 然后减掉什么呢 减掉大V 然后除IC 然后呢 这边那是ICT 那么底下呢 那是什么呢 是根号 那么是 一减去V方 除以大C方 除以C方 对不对 我们是这样变换的 那我为什么要写成这样呢 就是为了要把 后面这个分量 写成第四个分量的形式 那下面呢 有了这个表达式以后啊 你这个PX与PX一撇的变换啊 就直接照抄了 那么现在我们就得到什么呢 我们就得到PX一撇 就是你在S一撇系列 来看这个粒子的动量的X分量 是吧 那么这等于什么呢 就应该等于就是PX 减掉什么呢 减掉前的这个系数就是 然后是什么呢 就是IC 然后第四个分量呢 现在我们写成什么呢 写成I 然后E除C 这是注意 是它的第四个分量 然后呢 除以根号 除以根号的话呢 是 E减去V方除C方 你剩下就是化减了 比如说I跟I约了 然后的话呢 我们就得到什么呢 得到的就是PX 然后减掉什么呢 减掉VE 然后除以C 然后是根号 然后是E减去V方除C方 这就是呢 PX的变换公式 是吧 同理 第四个分量 能量 我们怎么变 能量的话呢 我们把能量啊 认为是第四个分量 那我们现在先回忆一下呢 时间是怎么变的 因为时间呢 是跟这个第四个分量有关的 是吧 那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时间是怎么变的 回忆一下 大家还记得 我们原来的话呢 在第一堂课 讲这个 这个 这个 罗伦茨变换的时候 我们就说到了 就是时间呢 是这么改变的 就是ICT一撇 我们可以写成什么呢 写成ICT 然后减掉什么呢 减掉I 然后是X 然后是V除C 那么然后底下呢 是根号 然后是什么呢 一减去 V方除C方 还记得吧 就是我们当时是这么 当时要这个的话呢 I乘VC 是表示罗伦茨变换的 那个什么 叫做cos 我忘了是哪个角度了 cosθ 是吧 好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唯一需要做的 就是仿照这个 这个的话呢 是时间的第四个分量 那么作为这个 这个 这个动量的第四个分量呢 我们把它写成的就是I 然后是E比除C 这第四个分量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 同理也写成它的第四个分量 只不过呢 此时这第四个分量呢 是这个粒子的 这第四个分量从哪来看呢 从SC来看 这第四个分量 是吧 好 那么然后呢 再减掉I 把这个P 把X呢 用PX代替 这个地方呢 是V除C 找超 然后是根号 然后的话呢 是E减去V方除C方 第一个 先按照变换式把它写出来 剩下的是化解 把I该消的消 把C该消的消 那么我们最后得到什么呢 我们最后得到的的话呢 就是E比 可以写成就是E 然后减掉V 然后的话呢 是PX 然后除以根号 那么减的E 除V方 C方 这变换式呢 就写出来 所以你看到的话呢 一开始你花了点力气 你要定义 这个所谓四V的向量 为此目的呢 我们不得不引入 所谓这个原有 这个原时间隔 或者固有时间隔的概念 但是一旦引入了 这些概念以后呢 你剩下的运算就减变了 所以开始付出点力气的话 还是值得的 是吧 这样一来的话呢 你再做变换呢 你用不着重新去推导 这些动量 能量 在罗伦茨变换下 如何改变了 因为你现在知道呢 它们也是四V向量 那么它们的变换规律呢 同坐标一样 那剩下的事情就简单了 好不好 那么 好 那么我们回答了这些问题以后 我们不要忘了 永远不要忘了 就是你做一件事情 人往往是这样的 就是你一开始提出一个问题 提出一个问题的话呢 然后你深入研究 研究了很长时间以后呢 你慢慢的就忘掉了 你原来提的是什么问题了 是吧 那么我原来的话呢 这个看过一幅漫画 就是这个一个学者在那儿 处着脑袋 这个愁眉苦脸的一副样子 然后旁边呢 这个两个同事在旁边的嘀咕 说汤姆今天怎么了 愁眉不展的样子 这个另外一个同事说呢 他经过十年的努力 他终于完成了一项突破 是吧 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可是他忘了 他十年前提出原来的问题是什么了 对吧 那就是这个在这里也一样 我们现在大家还记得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动量吗 我们要改写牛顿方程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不是说没事在这研究动量 这个是什么的 所以的话呢 我们下面把这些东西都做了 千万不要忘了 你原来想干嘛呢 原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是要看一看呢 牛顿方程怎么改写 好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谈牛顿方程怎么改写了 那我们现在引入动量 引入动量以后的话呢 那么下面的话呢 就很自然的 我们知道呢 在这个牛顿力学里头 这个力的定义呢 原来是牛顿定力 是写成就是动量 对时间求导 对不对 等于F 等于力 这是牛顿力学 这是牛顿力学 那么现在的话呢 由于这个力啊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如何在这个 这个相对论的情况下怎么定义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式子呀 我们反反着用 你们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动量的表达式了 那干脆我就定义把这个动量 对某个时间 注意我说的是某个时间啊 不是T 对某个时间的求导 我就定义成是力 就反着用了 明白吗 因为牛顿这个的话呢 牛顿这个方程呢 原来是通过这个实验呢 总结出来的慢速的情况下 那么现在高速的情况下呢 我们力呢 反倒没有定义了 那么一想一想定义的话呢 我们反倒是对动量 我们刚才定义了 那么现在我就反着用 我现在的话呢 把动量 对时间求导 求完导以后 求出那个东西 我就定义成是力子所受的力 明白了吗 就来定义这个四位力 那好 那你说现在唯一的一个麻烦呢 就是现在动量我们是有了 那关键是底下这个DT 你觉得合适吗 当然不合适 因为我们知道的话呢 我们知道动量 是在过去学牛顿力学的时候 我们知道动量 是等于这个M 然后乘上V的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对动量微伤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在牛顿力学里 你得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DV 然后DT 那么最后的话呢 写成就是MA 那么这个A 我们当时是要求它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向量 那么现在我们很自然 我们也想要求啊 我们这个东西呢 对某一个 某一个时间 时间量的求导 我们仍然要求 它应该是个四位向量 这是很自然的 那你说我现在应该对谁求导 对原始间隔求导 对不对 所以现在的话呢 我们定义什么呢 我们这样来定义 我们定义我们的四位力 定义我们的四位力 等于什么呢 等于呢 就是我们原来已经定义的 这个DPI 然后我仍然对DTT 这个方程 安息坦认为是相对论性的 相对论性的 因为原因呢 就是现在原始 是在罗伦茨变换下不变的 罗伦茨变换下不变的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东西怎么写 这个东西怎么写 好吧 这个东西的话呢 这个我们具体把它写出来 这个首先呢 这个PI 我们现在先考虑空间部分的分量 先考虑空间部分的分量 这个先来考虑空间部分的分量 空间部分的话呢 那我们现在就是 比如说我们就考虑PX 我们把PX对D掏求导 对D掏求导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呢 我就另成是我的四维力的X分量 是吧 四维力的 注意是四维力 是吧 X分量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把它写出来的话呢 就是D 然后底下这个D掏呢 现在我写成就是C平方 然后开根号 然后里头的话呢 是C方DT方 然后减掉什么呢 减掉DX方 然后呢减掉DY方 再减DZ方 是吧 那么这边的话呢 是什么呢 是M0 然后是VX 然后呢 再除以根号 然后是E减去什么呢 E减这个V方 除C方 是吧 V方除C方 仍然是这样去 好 下面的话呢 我怎么办呢 我下面呢 把它都提出来 把它通通都提出来 提出来以后的话呢 那么你现在呢 这是这个里头呢 是我的D掏 就原始时间间间隔 那么现在呢 我把它提出来以后的话呢 那么现在呢 就可以写成什么呢 就是D 然后的话呢 这边的话呢 是等于DT 然后后面的话呢 是等于什么呢 是等于E减去 这老一套了 就是V方 除C方 对不对 这个 然后再开根号 是1二分之一 开根号 是吧 那么然后这边的话呢 是M0 然后是VX 然后的话呢 是根号 然后是E减去V方 除C方 是吧 我们把它这个 仍然是写成这个样子 写成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呢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 哦 我把这个 我干脆 我把它就写成PX吧 注意啊 我的PX的话呢 这个我把它写成这样 就是M0 我还是这样写吧 VX 然后的话呢 是根号 然后是E减去V方 除C方 是吧 就是里头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把这个改写一下 我改写成什么呢 我这样改写 改写成呢 把前的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DT啊 是要对后的这个V的 前的这个东西啊 呃 我应该是在前头啊 这个这个因子呢 是不在V上号里头 所以现在的话呢 是等于什么呢 就是根号 然后是E减去V方 除C方 然后后面的话呢 是D DT 要对里头这个整个V 是M0 然后是VX 然后呢 是根号 然后是E减去V方 除C方 这个样子 就我写出来以后 是这个样子 是吧 写成这个样子 好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呢 我们知道呢 是等于什么呢 是等于这个动量 P方 C方 然后的话呢 我们写成就是DPX 然后是DT 就是对括号里的这个V 因为这按照 这个我们已经推出来了 这就等于动量 好 那么现在我们讲这个 后面这个V商 是表示粒子 在我这个S系里的动量 随时间的改变 随时间的改变呢 尽管我现在的动量形式呢 与过去牛顿力学的不一样 那么现在我仍然就是可以用 把它 现在就直接写成什么呢 我把它定义成 我实验实力能够看到的真实力 就是把DPX除以DT 看成我实验实系 能够看到的FX的分量 我刚才是用的小F 是用的大F 用的大F 好 那么现在我带进去 带进去以后 我就看到FXQ 这个等于什么呢 是等于FX 然后除以根号 1减V方除C方 所以换句话说 我思维力不等于真实力 所谓真实力 就是我们这样来定义真实力 就是动量随时间的改变 等于它所受的真实力的 这个分量 那么现在的话呢 就是换句话说 我思维力并不等于真实力 而是等于真实力 除掉这个因子 好吧 同理 大家可以来算的话呢 这几个我们就不多说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的 就是FY 那么写成就是 这是FYTUTE 那么然后呢 是根号 然后是1减去V方 除C方 然后FZTUTE 那么现在的话呢 可以写成就是FZ 然后的话呢 是根号 1减V方 除C方 那么最后的话呢 我要最后再要算的一个的话呢 就是第四个分量 就是F4 应该等于什么 F4的话呢 那么现在呢 我们把它写成呢 就是等于 DP4 然后呢 除以DT 那我就告诉大家 就仿照我刚才的运算 你最后算出来的什么呢 是根号 然后是E除V方 除C方 然后呢 里面的话呢 是什么呢 是这个D 然后DT 然后呢 是IEC 所以最后算出来的结果 就是这个第四个分量 我们可以写成呢 就是I 然后的话呢 是C分之一 然后上的是DEDT 那么然后呢 底下是根号 然后是E减去V方 除C方 所以呢 这个四维力的话呢 四个分量 可以这样来写 是吧 可以这样来写 那有同学会说了 那你为什么不就 既然用真实力 不是挺好吗 干嘛要 非得要用一个四维力 四维力的话呢 大家就记住了 四维力的话呢 首先第一个 我们这个可以很容易的 这个检验 四维力的磨平方 是个 不随这个螺螺次变化改变的量 这是第一个 因此呢 这个四维力 它们在两个参照系下 如果你想仅仅考虑一个参照系 那你用不着考虑四维力 你仅仅需要考虑用这个表达式 就足够了 这表示真实力 但是如果你想考虑 在两个不同参照系下 它这个力的怎么改变 那你首先要把它先写成四维力 然后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四维力就跟坐标的变换 的罗伦次变换形式是一样的 你就套入 我刚才比如说 我刚才给大家已经演示了 如何来计算这个动量 对不对 在罗伦次变换下的改变 那么你现在呢 要想计算力 在罗伦次下如何改变 你就把这个式子呢 首先把真实力 乘上这么一个因子 然后套到这个 这个 罗伦次变换的公式里去 然后再化解 你就得到你所想要的这个东西 这个教科书上呢 都有介绍 但作为四维力呢 不作为我们的这个要求 所以大家知道的话呢 怎么变换就行了 是吧 就是为什么要写成四维力 我跟大家是意思说了 四维力在罗伦次变换下 是按照坐标的变换进行变换 因为它们是这个四维向量 四维向量的分量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们就用不着重新去推导力 在两个参照系下如何变换的了 你只需要套到坐标的这个变换公式里就行了 坐标跟时间的变换公式 用不着再重新的来再搞一套了 这是它的好处 但是真正要具体计算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用这个式子就完了 就仍然的话 你就知道 在一个参照系下 一个固定的参照系下 粒子动量随时间的改变 就是真实力 这个四维力与真实力的区别呢 就是差着这么一个因子 是吧 差着这么一个因子 我们注意啊 这里的现在这个小微啊 不是那个两个参照系之间的这个速度 而是粒子在一个 在某一个参照系下的这个速度 是吧 最好 就是比如说在实验室系下 是吧 好 那么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件事情啊 这个我们用这个概念呢 由于这个怎么 如何这个四维力如何在这个变换下呀 我们就不讲了 实际上你就套到这个式 这个公式里去 你比如说第四个分量如何改变 你就套到这个式子 套到这个式子呢 你把这换成 换成它的第四个分量 这里的X 然后你换成FXt 然后把再做化解 你就得到四维力的 这个这个力的改变了 就得到力的改变了 好吧 那么这个呢 在这上头的话呢 我们不花太多时间了 我们来看这样这个几个几个例子 我们来把这刚才讲的概念呢 为了让大家加深一下概念呢 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所以你现在知道 这个 这个 我们现在已经回答了 我们一开始提出的问题 就是牛顿方程 现在如何写呢 牛顿方程 现在在这个相对论的情况下 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的话呢 你唯一要注意的话呢 就是PX PX的话呢 现在应该理解成 就是静止质量 乘上VX 然后再是根号 一减V方除C方 这个呢 是与牛顿力学 就是与这个传统的经典力学 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你现在的动量 你不能简单 简单的取成M0乘VX了 你应该底下 除一个这么个因子 是吧 然后的话呢 这个方程 就是我们所要求的 这个在相对论的情况下 粒子所应该满足的 牛顿方程的形式 改写成这个样子 这个清楚了吗 就回答我们的这个问题了 好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为了把这个 这个加深印象呢 我们来看一下例子 首先呢 让我们来看看呢 就是我们发展起来这套东西 与我们过去在 这个第一章第二章所学的 这些过去所学的 在牛顿力学里所学的 是不是自洽的 是吧 这个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例子 我们来看什么呢 就是让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我们先计算一下这个啊 就是计算一个 假设有一个例子 受到一个外例 那我们来看看呢 就是它的动量 当然这里动量呢 是指的四维动量 是吧 四维动量 那么现在的话呢 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呢 它所受的四维力 我们上次打丢的呢 是表示它所受的四维力 我们做一下点程 那么现在的话呢 求和呢 是I从1一直到4 是吧 一直到4 到4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什么呢 这个注意啊 我现在把它写成呢 就是Sq 然后的话呢 是I等于1到4 那么现在呢 我这边呢 我先把它写出来 写出来的话呢 我写成呢 这个 我这样写吧 我干脆把四个分量都统统写出来 我写成什么呢 就是P1乘上F1T 加上P2乘上F2T 然后加上P3 然后乘上F3T 然后呢 再加上P4乘上F4T 是吧 这个我来计算一下 那么左边的话呢 我可以很容易的看到 就这个东西的话呢 一定是等于0的 为什么等于0呢 因为我可以这样抽象的来写 把它写成什么呢 写成呢 把它写成就是PI 因为我们知道呢 这个FI按照定义 是PI 然后的话呢 除以D掏 对不对 这是啊 除以原始间隔 那么这个的话呢 我们再往下写一下呢 你可以把它写成什么呢 写成就是Sγ 然后是 这个1到4 然后呢 是1分之1 然后我们把它写成呢 就是D PI平方 然后再D掏 因为你对它微伤 微完了以后 微卸一个2了 跟这消了 然后就得到PI 再乘它的微伤 对不对 这是显然的 我们再把它写成什么呢 写成1分之1 然后D D掏 然后里头的话呢 是I等于1到4 然后后面的话呢 是PI平方 但另外一方面呢 PI平方的求和呢 我们已经知道了 等于多少 负的M0平方 C平方 所以你现在就等于什么呢 是1分之1 然后是D 然后是D掏 然后里头呢 是负的M0平方 C平方 这是一个常数 所以我们得到是0 对原始间隔求导是0 所以这边的话呢 首先从那边算 我们知道是0 然后我们算右面 我们看看右面 会给出我们什么来 这个东西呢 按照定义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什么呢 就是M0 然后除以根号 然后1减V方除C方 那么F1呢 又给我一个 所以还有一个是 1减V方除C方 然后里头啊 这头三项 里头的话呢 就剩下什么呢 剩下是VX 然后乘上FX 然后再加上VY 乘上FY 加上VZ 然后乘上FZ 在这里呢 FX FY FZ 是真实力的三个分量 当然真实力呢 要变成四维力呢 要除个这个玩意 是吧 好 后面那个东西的话呢 我们看到呢 这个P4 那么现在呢 可以写成就是I 然后是E除C 那么F4 现在可以写成什么呢 写成就是 我们刚才计算的结果 我看在这儿了 那么现在呢 是乘上I 然后是C分之一 然后是D1 DT 那么然后呢 再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根号 然后是E减去V方 除C方 是吧 减去V方 除C方 好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结果的话呢 这个 啊 我们把这个E啊 也再改写一下 我们把这个E改成这样啊 改成的话呢 就是M0 然后是C 然后呢 底下是根号 E减V方 除C方 我们就直接把E啊 就写成这样 写成这样 好 那么下面的话呢 我们看看这边是等于什么 这个上头的话呢 我们看到呢 就可以写成什么呢 我们把M0跟M0提出来 M0 然后这两个呢 现在都成功因子了 所以现在是除个根号 E减去 啊 用不着除根号了 就是E减V方 除C方 E减去V方 除C方 这个是 然后呢 里头呢 现在我们把它可以写成什么呢 写成就是F 点乘V 就是真实力 点乘粒子的速度 就是这个东西 对不对 后的这个东西呢 现在我们可以写成什么呢 由于I乘I是负号 C跟C约了 所以我们是把它写成 就是DE DT 然后的话呢 不要忘了 是等于0的 是等于0的 那么这个式子是什么呢 这个式子呢 我们就看到 由于前的这是个非0的因子 那么必须后的这个东西呢 是0 这个东西如果是0的话呢 我们就得到下面这样的结论 我们就得到的话呢 就是粒子能量 总能量的随时间的改变 应该等于外力做工 那这是与我们过去所学的完全一样 那么现在呢 等于DE DT 对不对 这个是表示什么呢 就是粒子 它所具有的能量 对时间的改变 应该等于外力所做的工 那就换句话说呢 我们发展起来的整个这套东西呢 是自洽的 是与原来这个 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粒子 是吧 那么下面的话呢 你就要检验 就是我们来算各种各样的例子 我们看我们得到的结果呢 在特 这个是于我们过去所学的东西 是否自洽 是吧 原则上是应该自洽的 否则的话 你这个整个的理论框架就有问题了 是吧 因为你一定要能够过渡到慢速的情况去 如果过渡不过不回去的话 就有就有问题了 好 这是第一个例子 那么第二个例子呢 我们再来看看 看看有别的这个例子的话呢 是不是这个 也能 也能回到过去的这个 这个 这个牛顿力学给出的结果去 哦 在这里的话呢 那么首先呢 我们先讲一件事情 我们要强调一件事情 这是我上堂课讲了 就是我上堂课讲了 这个意呢 是粒子的动能 但是不应该理解成粒子的动能 就是粒子的动能呢 现在如何定义呢 我们这样来定义 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啊 8.6 我们呢 首先要定义一下粒子的动能 然后的话呢 我们用它的动能呢 来表示它的动量 用它的动能跟这个 来表示一下它的动量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 我们如何来定义动能啊 动能呢 现在的大家知道 我们有一个就是总能量 现在可以写成就是M0C平方 然后呢 是根号一减去V方除C方 是吧 这上次我们说了 那么好 那么现在的话呢 如果你就想到 所谓动能呢 一定是跟速度有关的 就是如果这个粒子不动起来 它不能叫动能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在这里的话呢 如果我令 如果我令的话呢 这个V是等于0的 那你现在仍然发现呢 有一个能量 这个我们叫乘这不叫E0 是应该等于什么呢 是等于M0 乘C平方 你在这个式子里 如果令V等于0的话 那么呢 这个东西呢 当然显然不能叫动能 那我们给它起个名字 静止能 不动的 这部分能量 那好 那既然这个能量里头呢 有一部分是不动的 那么现在我们很自然 就定义动能啊 就是从总能量里头 把这部分能量扣除掉 那我们就称之为叫动能 动能的话呢 那么现在写成什么呢 就写成就是M0 然后C平方 然后是根号 E减V方除C方 然后减掉静止能 减掉静止能 这个的话呢 我们称之为叫动能 那我下面要理解的话呢 我们下面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来看看这个动能啊 与动量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 这个牛顿力学里的话呢 这个动能与动量之间的关系 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E是等于2 两倍的M分之一 然后P平方的 对不对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想看一看呢 在这个相对论力学里 这个式子应该怎么改变 我们过去呢 在牛顿力学里头 有E动能 是等于这个P平方 除以两M 是吧 这个大家还记得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先来看看呢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相对论的情况下 这个式子应该怎么改起 那我们就注意到 你可以这样来做 首先的话呢 我们有什么呢 我们有这个EK 再写一遍啊 是等于什么呢 是等于这个M0 C方除以根号 一减微方除C方 然后减掉M0 C平方 就导致什么呢 导致了EK 加上什么呢 加上M0 然后C方 是等于M0 C方 然后呢 是根号 一减微方除C方 对不对 好 那么从这个式子里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 我们知道呢 这个东西的话呢 也是等于E 是吧 当然也是等于E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把式子两边平方 平方以后呢 你就得到是什么呢 就是EK 加上什么呢 加上M0 然后C方 平方 现在是等于E方的 那么E方 就可以跟P挂钩了 因为这个我们刚才 说了 有一个很重要的式子 就是E方等于P平方 C平方 加上M0平方 C4 C的四四方 对吧 这个我们刚才 好 那么现在我要解出来 你不要忘了 我要解出来的 那是这个P 动量 那么现在你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把它挪到这边去 挪到这边去 以后的话呢 就导致什么呢 导致就是EK 那么然后呢 加上M0平方 然后C平方 再平方 然后减掉M0平方 然后C4 那么然后现在呢 是等于什么呢 是等于P方 C方 那么这边呢 我们把它划减一下 A方 减B方 等于A加B 乘A减B 对吧 我们把它写成什么呢 就写成EK 然后加上两倍的 M0 C方 然后呢 再乘上什么呢 再乘上EK 再乘上EK 这个呢 是A加B 这个呢 是A减B 是吧 就是把它平方了 然后的话呢 这个东西呢 是等于P方 C方 所以我们最后 把这个东西合出来的话呢 我们写成了就是P 现在是等于什么呢 可以写成就是 看这个 就写成这个样子 写成呢 就是EK 然后的话呢 是EK 加上两倍的M0 然后C4 C平方 然后呢 再除以C方 这就完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们要求的这个 所以的话呢 我要强调 就是在解这个 相对论方程的时候啊 我们刚才写的两个方程 非常有用 一个方程的话呢 就是那边 E平方 等于P平方 C平方 加上M0平方 C4 这个很有用的一个式子 还有一个呢 就是那个V V呢 是等于P C平方 除以E 这两个式子 是非常有用的 在讨论动力学的情况 啊 动力学问题数 好 那么下面的话呢 我们再举两个例题 举两个例题的话呢 让大家把这个 这个加深一下印象 加深一下印象 这样吧 我们先休息一会吧 然后一会的话呢 这个是吧 好吧 我先休息一下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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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